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各位观众 三思台 今天坐在我旁边的 是Ricky Charles 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 叫综合运动治疗师 我们很感谢Ricky 给我们一个很新的名字 我想问一下 我知道Ricky的背景是一个运动员 我先从运动员的身份 了解一下Ricky 然后再问清楚Ricky 综合运动治疗究竟是什么呢 Ricky可否介绍你运动员的生涯 其实不是正式运动员 只要是我的业余爱好 在十多岁的时候 曾经经过一个地方 那些人打关斗 觉得很有趣 再参加了这个运动 一玩就连续玩了接近二十年 是否李宁那种 即是打关斗 钓环单降 双降跳马 自由体操 什么能吸引到你呢 我知道很多人 十多岁的时候 当然是游泳 打球 踢足球 或者打篮球 你走去打关斗 走去玩平衡木 平衡木 那些叫什么 平衡木 那些叫什么 安马 其实那个吸引力在哪里 刺激和很有挑战性 当你想要完成一个动作的时候 你便要用很多时间去练习体能 配合身体的协调性 以及会很容易受伤 最主要是练习你的意志力 和磨练 说到磨练 说到意志力 我认为手机旁边的朋友 一定要问我的问题 是的 如果小朋友抗疫力很低 一下子便不高兴 或者一下子便会放弃 甚至问他人生是什么目标 没有的 不知道的 好像有一个讨论 你问大学生 你有什么梦想 有什么目标 其实很多人都会说 我没有的 读完书才算 那些运动员出身 或者运动员的兴趣 发展出来的 综合运动治疗 这两个字 运动综合是什么意思 整件事加上是什么 为什么会有这个名字 最之前是没有的 我叫做体操运动 这个项目去做这件事 当做的时候 发觉到 因为我主要是教一些特殊的小朋友 自闭症 过度会悦症 或者阿斯布加症 那些 发现这个问题 就是当我去教一些东西的时候 曾经有一次 就是说 我的东西教完了 为什么他也接收不到我的东西 我就开始去思考这个问题 究竟我怎样 可以将我想要他的东西 去送给他们 然后去想想 原来当中有很多问题 比如说 我怎样跟他沟通 我怎样给他一个讯息 怎样令到他知道我的讯息 因为自闭症的小朋友 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 他是没有一个互动的概念 还有他也不理解到你 究竟你想要去做什么 在这个过程中 我就加了很多元素 经过长时间的一个训练之后 令到我自己有一个概念 就是说 其实我在做的事 其实包含了很多元素 除了是运动之外 其实我在训练他的指令 大家都知道 自闭症的小朋友 他很难去接收到 别人外来的讯息 或者是一个互动的概念 所以 慢慢时间久了之后 就觉得我原来 我里面有很多元素 所以有这个概念 不如叫终合运动 同时我正在帮小朋友 不如叫治疗 所以这个名称就这样出来了